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右鍵檢視這個還蠻好用的 而且我跟各位講,不是說只有python才有爬重 其實Excel VBA裡面有爬重 JavaScript裡面也有爬重 PHP裡面有,其他語言層次也會有爬重 那爬重的雖然用的方法不同,但是觀念完全一樣 其實道理很簡單,就是把HTML裡面的標籤還有類別 關鍵東西找到之後,然後先找大範圍 慢慢再縮小範圍,把你要的東西逐一的找到之後 再做格式化輸出,大概就是這樣 看你要輸出成什麼樣子,比如說CSV 甚至如果你要丟給一個視覺化圖表顯示的話 一樣嘛,你就先把一個格式資料,表格資料產生之後 再丟給那個視覺化的工具,它就幫你製作畫圖了 看要折線圖呢,其實也可以畫折線圖 尤其是像這種金融的資料,最適合的 折線圖一畫就知道說,這一段區間到底是漲還是跌 趨勢在哪裡,一看就一目瞭然了 那其實第四類就是做那個繪圖 其實我們這一題甚至之後也可以跟第四類結合 把它丟給一個MedPriLab,它就可以幫我把圖畫出來了 那這個部分它當然一定要爬蟲 所以爬蟲後面可能會需要做一些什麼統計分析之後 然後就是畫圖了 其實跟ecell蠻接機,ecell裡面就是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那只是說因為ecell是一個視覺化工,就是用滑水鍵盤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的動作不多,只有一兩個 那OK你用ecell,但是如果你每天要產生大量的 比如說每個月份的,或者每個季的,或者每一年的 那你就是如果假設用ecell,你就變成說你要用人工不斷不斷去做 更何況是每天的,如果每天一整年315天,你每天都要這樣爬 爬完之後再去做那個圖報表 當然也可以啦,只是說這種重複性的動作 那當然用程式是最理想的 OK,更不要說如果你那個圖報表要做非常多 比如說現在大家很流行用所謂的dashboard 就是有沒有,馬上一早開會的時候馬上那個dashboard顯示出來 我們就知道公司的業務狀況了 由大到小,由各種類別 各種面向,那可以呈現 馬上可以做一些開會,就可以做決策了 其實也是需要用程式,你用人工怎麼可能 馬上顯示,OK 所以這個地方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再來的話,關鍵的這個標籤有幾個 table,跟底下的th,有沒有,還有td 其實還有一個啦,叫tr 所以總共會有大概四個關鍵的標籤 四個標籤,那這四個標籤都可以拿來 當成我們要爬蟲的分析標籤 那首先的話當然,第一個呢 我們會需要用兩個模組 一個模組就是,跟著一下 其實這個地方不用request 因為這個是一個檔案 所以呢,第一個我們要先把什麼 把那個檔案讀取 那讀的話呢,特別注意 讀完之後呢,把讀到的東西呢 丟給BeautifulSoup 所以這裡的話呢,我們會需要什麼 這個地方,第一步 OK,我把這個程式先 先call到這裡好了 SP1 來用這個來說明會比較簡單 那首先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段 那我們會需要用到,這個所謂的 BeautifulSoup 那因為它是在BS4的這個 這個package 套件裡面的其中一個 所以我們防它input 所以這個語法固定的 你可以用貼的沒有關係 然後呢,另外第二個的話 我們要open 打開那個檔案 那打開那個檔案還記得吧 我前面有講過 如果你要打開那個檔案的話 把它放大一下 就F等於什麼 open 我們要open那個檔案 那那個檔案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剛剛已經有把它放在我的根部底下 所以不需要跟它講 放在哪裡 所以直接跟它講說 我那個檔叫read 點htm 然後我要讀取的話 就是豆點 後面加一個r就可以了 readr 這樣就OK了 那另外呢 如果說它有編碼方式的話 你可以再增加一個encoding 看一下 這個好像是 它有編碼方式 後面如果你有編碼方式 它如果是UT8的話 那記得呢 再增加一個encoding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豆點 encoding 然後呢 等於什麼呢 等於UT8就可以了 UTf1-8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檔案讀 讀到F物件 那 放在F物件之後的話呢 再利用有個方法 叫做read的方法 就可以把這些資料呢 全部讀進來了 好 當然我們可以先把它print看一下 結果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把這個print一下 OK print什麼呢 F.read 來看一下 理論上 執行的話呢 這邊就會出現了 先把後面後瓜爐掃了 OK 然後你會發現執行 那這個時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會幫我們把 其實就是按右鍵檢視原始碼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它就把什麼 把這個網頁的原始碼 全部都print出來了 有沒有 這麼多 OK 那 接下來我們需要什麼 縮小範圍 我剛剛講有沒有 所以我現在是已經把這個 裡面所有的東西 都把它讀進來了 那如何把它縮小範圍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用到 剛剛講的這個 BeautifulSoup 那BeautifulSoup 啊 BeautifulSoup裡面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有這個 這個闡述啦 其實這個後面這個是固定的 HTML.parcer 它主要的用途 就幫你分析 HTML這些 這些背後的原始碼 那我只要怎麼 把這個 我剛剛讀到的這個原始碼 怎麼樣呢 把它丟進來就可以了 放在這裡 當然你也可以 先特別一個變數 再放一個變數進來 也OK啦 那這樣會少 這個如果直接放 少一行 然後呢 它會得到一個物件 叫SP 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取 那再來的話呢 我希望先 第一步先縮小一個方法 就找table就好 那我剛剛不是講 如果我要找table的話 那很簡單 有點像前空題 我如果說呢 我要找 找什麼呢 找剛剛的這個 特別就是縮小範圍 找table 然後呢 它的名稱裡面的話 開到的名稱是 叫做data table2 我是 如果假設你怕會做錯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 找完之後呢 比如說我前面再 得到一個SP1 好了 第一次是SP 第二次是SP1 然後呢 可以用什麼呢 用SP它這個物件呢 裡面有個fine 如果說呢 假設裡面 我們剛剛有Ctrl F 找的時候呢 如果只有找一個的話 那記得 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fine 可是如果你有很多個 就fine all 然後呢 你給它幾個訊息 第一個的話呢 跟它講說 你要找什麼 第一個我要找table 的這個標籤 所以特別注意 它fine後面的話 需要至少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話 是給它標籤名稱 OK 好 標籤名稱 逗典 第二個的話 給它什麼 給它它的什麼呢 它的類別名稱 所以它類別名稱 就class等於後面這個 你可以把它點兩下複製 然後呢 把它貼到這個地方 有點像給它線索 接下來 它就會幫你把什麼 這個原始碼 全部找過一輪 然後呢 找到之後的話呢 它就找到什麼 找到 原來你要的範圍在這裡 在哪裡 在這個區塊 所以它會幫你怎麼樣 把這個區塊的程式把它copy 就對了 有點像只call這一段 其他呢 其他就不管了 這有點擋到 所以呢 我們就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呢 把這個sp1 把它做print了 好了 我把它print了一下 print了什麼呢 sp1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會得到哪些東西 它會得到哪些東西 那為了說比較清楚 我可以把這些控制台這邊 先打個cls 就把這邊先清掉 cls就清除這邊的畫面 然後呢 我把這個sp1print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忘了這個 上面這個print先關掉 然後呢 我如果說呢 欸 要只得到sp1 各位有沒有發現 sp1呢 它其實 它就只會抓什麼 你會發現喔 它其實就只 它其實就會只 它其實就會只抓到 這個table 從這邊開始 從這裡 有沒有 它就只會抓那個table cls 但是 一直到哪裡呢 一直到table結束 也就是說 它只會抓這個範圍的 這個 資料 欸 有沒有 那接下來還做什麼 所以喔 那這個資料放哪裡呢 這個資料的話呢 就是放在sp1裡面 所以喔 sp呢 裡面是全部 sp1呢 等於是只有table 欸 所以如果你假設 名稱你要再改的話 其實你可以叫什麼 sp底線table 裡面 等於sp1裡面呢 就放table的東西 好 欸 那這樣的話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可以在縮小範圍 欸 沒錯 在縮小範圍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找什麼 針對這個 這個裡面喔 所以它現在只有 只有table 那我要找的應該是tr吧 th th有沒有 所以th有兩個 所以呢 兩個什麼 兩個th 沒有class就不用 所以呢 我接下來可以什麼 再針對什麼呢 針對這個sp 我可以講是sp2 等於什麼呢 利用sp1 其實是sptable 去做一個動作叫phine 而且phine的話呢 記得什麼 我們剛剛是 如果只有一個是phine 如果是 如果多個的話用phine 那phine的話 phine什麼呢 phineth OK OK 跟他講說 你幫我找找看 找什麼 找th 理論上會有兩個 把這兩個幫我帶回來 帶到哪裡呢 帶到sp2裡面 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程式基本上 我一樣 我會把它放在那個 這個程式 所以剛剛是這一段 那再來的話 就find all th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什麼 一樣嘛 把這個 這個先把它關掉 這個就不要print 那我們再來是吧 print什麼 printsp2看看 你會發現 它又更縮小了 sp2 print一下 那當然如果你為了清楚一點 其實可以把右邊這邊 怎麼樣呢 先打個cls 先clear掉 OK 然後呢 再做執行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邊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只有什麼 th的這兩個 有沒有 這兩個而已啊 意思就是說啦 我們先找全部 再找table 再找th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想說老師呢 可是問題喔 它外面有標籤耶 這個標籤我不要怎麼辦 很簡單 你只要 因為它有兩個對不對 那所以呢 這邊呢我可以把 比如說我要抓第一個的話 就是sp0 裡面的話 再加一個屬性.text 點text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 我只要裡面的文字就好了 也就是標籤的部分不要 因為有兩個啦 所以我用中瓜50 表示我要抓日期這兩個字 執行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出來的話就只有日期 那如果1的話 那當然就 一樣的意思就是抓什麼 抓這個日期 後面這個 叫ntd斜線 usd有沒有 執行一下 有沒有是這個 欸 那我們後面其實是需要什麼 反正這兩個抓到 然後看它中間是要空白 還是要豆點 反正照它 應該是豆點 然後呢 後面再換行 然後再來什麼 再來就是td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活的喔 不是說叫你要死背什麼東西 不需要 後面這些都是什麼 td嘛 那有兩個 那td怎麼做 td不止兩個 這底下還有 所以它底下的所有資料都放td 那我們其實可以再怎麼樣 可以再把這個喔 底下這個 ctrl c好了 然後把它貼到底下 這個也許叫sp3好了 sp3找什麼 找td好了 然後幫我把那個 td裡面所有東西喔 假設我要抓第一個資料好了 幫我print出來看看 所以sp2就先不要print了 就print了這個看看 執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喔 這個時候的話呢 第0個的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實際上就是2018的6月26 為什麼2018 有沒有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td有沒有 就是這個 裡面的資料嘛 有沒有就是2018的1-6月26 那這個是0嘛 下一個的它的匯率的話就1嘛 在下一個的話 那匯率2嘛 那它的日期 然後這個匯率2 所以基本上是 0 1 2 3 4 5 所以等於是 一個日期 是放在雙數的位置 單數的話呢 是放匯率 有沒有 0 1 2 3 4 5 有沒有 所以呢 我們只要取什麼 如果要把這個東西分別 個別取出來 的話該怎麼做 所以理論上我們已經抓到 我們要的東西了 剩下來的就是做排版的 OK 那排版至於怎麼排喔 方法很多啦 我們今天用 可以用一個format 展個方法 跑個回圈 基本上全部資料都出去了 至於怎麼跑比較簡單 我覺得可以自己可以想想看 剛剛忘了 我沒有把它切換 OK 試試看 先把剛剛我講的部分 先試著做看 那我剛剛寫的程式 就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6頁 16頁這邊也有 其實我剛剛講的就是 16頁裡面 找到TD的部分 最後其實就排版了 所以其實輸出大概 就是底下 就可以完成我們要的輸出 OK 試試看